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我要和大家一起开山 这次我在台湾旅行住的第一个酒店 就是台北军越酒店 这是一家在当地很有名的老牌五星级酒店 位置绝佳就在台北101脚下 酒店非常大有850个房间 我订的时候酒店的基础房型每晚价格 大概是250到300美金这个区间 当然房间的价格都是随时间会有一些波动的 然后白金卡的FHR和Hiatt Credit Card Zone的Freenight 都是可以用的 它是Hiatt旗下Category 3的酒店 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带大家一起来参观我入住的房间 和一些酒店的公共设施 像健身房、三温暖、泳池等 还有品尝他们9间餐厅中2间 就是凯飞屋自住早餐和云景中餐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达酒店第一眼会看到的大潭 虽然这个酒店有30几年的历史 但是据说2015年有大放心过 所以大潭还是非常典雅宽敞的 特别是中央挑高中空加玻璃引入自然观的设计 使得空间很明亮 但是但是大家看着这个保安我要开始讲一点奇妙的事了 这间酒店被hotels.com评为全球十大猛鬼酒店之一 据说这个地点以前是个乱赞港 包括大潭这个蜡像保安也起了这方面相关的作用 但是我不懂咋还是个老外呢 老外也能镇压吗 有台湾的朋友比较懂这方面的吗 好这些都是晚上的传言 军院的工作人员也出来澄清过 说这些都不是真的 起初我是因为它的位置很好 又是军院应该不会猜雷吧 就订了这间酒店 然后我就不小心在晚上看到很多人说有灵异事件 我当时真的很犹豫要不要换一间 因为我是一个不敢看恐怖片的人 然后我就在手机里面刷别人的测评 还刷到有人说就连汪小飞的自传里面都说 他第一次住的时候看到了红色的东西 然后还有人说半夜走栏有枕头在飞 我就想难道这是台湾的Hogwarts吗 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住了 只是在我半夜入住创越场场的走栏的时候 然后心里非常发毛 很怕看房间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好在事实证明 我就不应该在晚上看那么多有的美的自己吓自己 就该和我不看恐怖片一样心无杂念 我除了三晚除了每晚地震外非常平静 啥都没有 也算以我自己的体验本君悦澄清一下了 来看一下房间 整体包括卫生间都是暖色调的 还挺温馨的 墙上挂着中式字画作为装饰 有个最大的缺点我觉得是房间偏小 小到如果两个28寸的行李箱都打开是会挡路的 如果按照前太后我们说的这个是豪华客房 我查了一下是12平 最小的客房网站上显示是10平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房间的家具比较多 但是电视机前的树桌和窗前的小圆桌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minibar的冰箱是空的 我本来觉得很正常因为美国大多数酒店也是这样 但是我后来在台湾环岛住了一圈的酒店 发现大部分酒店都会送一点喝的东西 这边有瓜尔咖啡一杯 然后这个是低咖啡因的一些糖包 乌龙茶 红茶 还有一个薄荷茶 这是我刚刚泡的乌龙茶 看一下它的卫生间大铁盒里有啥 有一把梳子 然后它的洗漱用品都是这个牌子的 刮虎刀组 指甲搓 然后有牙刷组 这也是牙刷 牙刷有两个 化妆棉 还有浴帽 卫生袋 就是这样子就这些了 梳子 他们床头顿这里的设置算是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控制全屋的开关 两边床头都有 比如说你晚上要上厕所的话 你按一下这个夜灯 它就会这里的灯会亮小小的 然后厕所也有一个小灯会亮 就是正好足够你上厕所的灯 然后睡前你就要按这个room 它就全部所有的灯都会关掉 所以这个很方便 酒店的自住早餐在一楼的凯飞屋是六点半到十点 我去的时候是没有用餐时间限制的 入住的时候有提醒说八点以后可能需要排队 但是我去的比较早就没有排队 好请原谅我是一个美国来的土包子 美国的早餐真的非常的贫瘠 所以我第一天到台湾就被台湾的早餐给震惊到了 这边是白粥 一碗咸粥 但是我上面加了超多的料 还是有肉酥 然后油条 菜心 然后还有花生面筋 还有花生 这种酥的花生和花生面筋的花生 超多料的咸粥 有甜豆浆和咸粥 这边有很多蒸笼 还有肉脂 这是我的茶泡饭 味噌汤 硬不吃 这个是肉脂 这个是肉脂 好吗 对 好 谢谢 谢谢 还是购碗面 我加了一点香菜 然后他也在里面淋了肉脂 我发现了 很鲜 鲜美 鲜甜 鲜甜 一碗的一碗 早餐吃的比我平常的午餐晚餐都多 西瓜汁柳橙汁 胡萝卜汁 苹果汁 综合果汁 有人敬款奶昔 尝尝 尝尝 它 少再一点 里面也有 大便 和鲜生 鲜胶 hoped 和柏盒 这有一些咖喱 荷包蛋 下面是肉应该是ham 还有一些青椒土豆 这边是做omelette 这边是yugur 牛肉海带汤食酥 这个是客家韭菜芋头糕 打泡猪肉 葱烧会海鲜 还有柴叶丹 这个是muffin 然后这边有香蒜起司 香肠面包 上面是danish 草莓danish 地瓜danish 这边是还有一个沙拉区 一些水果 吃的巨宝 从一楼大潭旁边的手扶梯上去 就是二楼很多餐厅的聚集地了 今天带大家一起去开箱 他们的云景中餐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是他们推荐的 蕎麦茶 没有咖啡 牛肉冻 李庄白肉 雪菜百叶这个比较清淡一点 我就希望比较清淡一点 我特别怕吃好多菜都觉得好咸 这道是台湾牛肉麻婆豆腐 这个汤很大 这家中餐厅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汤是比较鲜甜的那种海鲜汤 菜的份量不是很大 很好可以多点几个菜 如果大家要来这家吃的话最好还是提前定一下味道 感觉他们的预约还挺满的 我们现在去五楼开放给住客使用的健身房 散温暖和户外泳池都在五楼 这里是下深区 然后靠窗户是油氧区 然后靠窗户是油氧区 旁边还有一个上深区 这间是这里面比较大的 器材比较齐全的 这里还有一间小的 是雅琳那些自由力量的比较多 然后旁边有一间是 有点像瑜伽室一样的 前面是男士三温暖和女士三温暖 这间是瑜伽室一样的 这个瑜伽室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所以健身房一共是有三间 一间瑜伽室和一间小的自由力量房 然后还有一间大的器械房 三温暖里面当然是不能拍摄的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片 里面还是很宽敞的 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冰水池 我在里面泡了一下 真的是又自虐又上瘾 应该很适合运动后肌肉恢复 健身房旁边是泳池区 上去看一下 它是在户外 然后这边是一个更衣室 只有浴巾 早上下了点雨 地上很湿 所以天气好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看到101 旁边有一些cabana 这里是在五楼 所以上面还有很多楼层 背后可以看到一点点的101 选房间的时候就有分101view和没有101view的 有101view的就会房型贵一点点 因为只有背后那侧的房间可以看到101 前面就看不到 我觉得这家酒店整体还是非常值得入住的 我会非常愿意再次入住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的服务非常好 我们这几天遇到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耐心 非常的友好 比如说想要前台帮我们订酒店的餐厅的时候 如果没有位置 他也会帮我们排进去 然后一直还要跟我们update 就是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先帮我们排到其他餐厅 如果这家没了就可以去另外一家吃之类的 反正是非常的用心服务很好 那这一期Grand Hyatt台北军越酒店的review 就先到这里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